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小酱汁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酱汁 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 几月出生的女人是孤寡命 哪天出生的女人最富贵 孤寡命乃是八字命理中一种十分不好的格局 人一旦犯此命理 一生将可能是无亲无故 晚年凄凉十分孤独 那么你知道在八字命理中 女人几月生容易是孤寡命吗 女人最富贵的出生日是什么时候吗 女人容易成为孤寡命的出生月 鼠猪鼠鼠鼠牛的女人农历二月生 对于鼠猪鼠鼠和鼠牛的女人来说 当出生月份在农历二月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这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命犯孤心 天生孤寡命 当已经确定了自己是孤寡命以后 就要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并且通过风水来调整相应的运势走向 这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减轻孤寡命带来的影响 鼠猪鼠兔鼠龙的女生农历三四月生 对于鼠猪鼠兔和鼠龙的女生来说 出生在三月末和四月初的时候 这在八字风水中就属于天生孤寡命 当出现这种局面的时候 这三个鼠像的女生要在风水上进行布局 尤其是玄关部分 不能太暗淡 光线明亮一点 从风水上就可以克制孤寡命的发生 属蛇属马属羊的女生农历七月生 从传统八字算命来看 农历七月生的属蛇属马属羊的女孩子 是命犯孤寡的 她们在恋爱结婚这种事情上 天生没有太好的运势 不过如果这三个鼠像的女生 能在风水布局时 注意一下卧室的主色调 偏暖色会更有利于促进 这三个鼠像女生的感情进展 鼠猴鼠鸡鼠狗的女生 农历润六月生 鼠猴鼠鸡鼠狗的女生 这三个鼠像的女孩子 基本不会出现孤寡命 不过如果碰巧出生在农历润六月 那么她们的命运就完全不同了 会出现命犯孤心的命运走向 不过这三个鼠像的女生 可以在自家风水布局上进行调整 比如在阳台 多养花草 可以让这种格局大幅改善 多数女生孤寡命出生月 农历征月 对于大多数女生来说 在农历征月出生 大概率会出现孤寡命 这种格局出现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自己并不了解 孤寡命对自己的影响 这种情况下 只要她们能镇定下来 一步步调整好自己的居家风水 比如在客厅放置文竹 会让这些女生的命格走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以上就是小编整理的女生 出生在几月会是孤寡命 其实只要适当的在风水上进行布局 也是可以克制孤寡命的 使这些女生的命格往理想的方向发展 女人最富贵的出生日 农历初五 这个日子出生的人 生性乐观开朗 心智聪明 灵敏 为人慷慨大方 具有奉献精神 与生俱来一种亲近和受人尊敬的气质 乐于助人 有充满热情和坚定的意志 具有行动力 这天出生的女人 命中带着深厚的裁缘 她们的出生能给家庭带来好运 能够待望父母 可以说是家中的小福星 她们的财运极佳 为人又勤恳 踏实 发家致富 亲而易举 而且她们非常看重家庭 通常能嫁得有心人 生活幸福美满 安逸富贵 农历初六 农历初九 出生在农历六日或九日的女人 其命理格局中皆为牧命 在命理学中 凡是命中带牧的女人 也是命中有福的命格 在这两个农历日子出生的女人 生来就带有圆满的福气 一生运势可谓是顺风顺水 财运亨通 很少遇到大风大浪的打击 从小能享受家庭的温暖 还能待望父母 婚姻也很不错 通常这两个日子出生的女人 嫁得都基本会是 家境殷实的人家 家庭是她们的福运之本 出嫁后能望夫望子 不但能得到丈夫疼爱 而且儿女双全 家庭幸福 后半生有意有靠 家运昌农 一生非富即贵 出生在农历12日或17日的女人 为人温柔体贴 刻骨勤俭 善于积蓄财富 天资聪颖 心思灵巧细腻 虽为女子 但也有不逊男子的魄力和果敢 具有坚定的意志 忍耐力比较强 一旦认定了某件事 就会坚定不移地去完成 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实现梦想 早年心性比较稚嫩 财运的优势不是很明显 到了30岁以后 运势会逐渐凸显 尤其是在事业发展上 有绝佳的机会 还能待望老公的财运 财运亨通 福禄双至 也是富贵之命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做出更多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期见